- 開玩笑的 OK,好啦 各位觀眾們 那個... 玩! 欸,歡迎來到4月26號 欸,歡迎來到4月26號每週快報 對,如果現在聊天室他們聊 紅春意太或者是聊聖鬥士心史 聊得很開心,大家不要在意 對對對,只是我們剛剛在考論說 轟炸空間如果給一個比較有腦的人 那真的會天下無敵 對 好,來吧 好,今天到4月26號了 欸,今天應該是4月的最... 最後一個禮拜吧 對,沒有錯 下禮拜天就是5月3號 所以就已經到5月了 嗯,所以呢,各位第一件事做什麼呢? 換服服,換東西 欸,你們就要馬上把東西換一換 馬上就要進到... 欸,5月囉 注意一下,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到底現在 還有什麼東西沒換 好,不可不可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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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首先看魔力靈境 啊,還有什麼沒換 好,我的經驗值沒換 欸,換起來 各位,如果你們還沒換的人 那現在跟我一起動起來 沒錯 現在跟我一起換一起換 欸,一起換一起換 欸,一起換一起換 來 啊,換了沒 上面這個就看你們自己要不要換了啦 文章開啟器高興還是可以換一下啦 但是你們也知道這個FGO這個文章系統 實在是沒有什麼 呃... 太大的卯用 就是有...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加分用的東西啦 有沒有就沒有了 好 遊戲是有點大,我把它拉回來一下 想要... 我們還是回到這個地方來 OK 好 啊,那... 所以 第一件事情要做 那這個禮拜呢 本來我想說 欸,沒有什麼東西好講了 後來我發現其實不對 兩邊都剛好有孔明的事情 所以這禮拜 欸,剛好 顧宮聯動卡詩是什麼時候出來 我有點忘了 好像差不多下個禮拜吧 反正還蠻快的 那接下來剛好這禮拜 禮拜六的身放送 欸,我們葉和華 又再次給了各位一個 超乎意料的東西 雖然 我們每天奶啦 總是也有奶到的一天 對,總是也有讓我們奶到的一天 所以也沒有什麼... 奶出了這個... 2000萬DL的五星自選 欸,這個角色 五星自選的這個東西 對,當年FGO 大家說了那麼多年 FGO超德必德 一直都只有福袋 還沒有超德 對不對,今天告訴你 你不用課金 直接送你一支五星自選 而且連孔明優等選 哇操,真的是 佛心公司 快,還不刷一波佛心公司 啊算了,他們又不給我錢 算了,不用刷不用刷 好 我看我遊戲聲音是不是有點設定到大了 應該沒有吧 我應該是設定在... 7應該沒錯 好 好 那接下來先講一下好了 欸...現階段的... 這個卡池啦齁 這個卡池... 我覺得... 看你們 明天 4月27號禮拜一 等一下晚上12點之後 你們看賭一下啦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要白槍的話 FGO Stage 算是很少見的白槍卡池 所以我是真心覺得... 這個不是片刻還是什麼 我是真的覺得 想要白槍的人 其實我覺得還是可以補一下 對,我覺得白槍寶2寶3其實...很好用 對,我是覺得白槍真的可以... 真的還是可以考慮再拼一次 可以考慮拼看看啦 我會... 我會說白槍很好的原因是因為... 嗯... 白槍非常大的一個特色 它可以... 自身無痛三連發紅寶具 嗯... 這是... 所有的... 紅卡寶具都... 做不到的 嗯... 它是... 完全無痛 它是可以在最大加成 就是紅卡最大加成底下 可以直接... 三砲轟下去 那... 甚至你寶具等級夠高 對平均來講也是 它可以不用管對手的直接... 直接當然還是要看一下啦 不用管對手的數量的什麼東西 直接... 無痛三砲下去 這點... 非常的驚人 那唯一問題就是白槍沒有寶解 所以它的傷害大概就是在那邊 船長不能無痛三砲 我就跟你講 只有白槍做得到 因為白槍它可以自充50 再加回... 再加那個回充20 所以它真的是唯一... 唯一能做得到的 對... 這個來講是... 非常的... 非常的推薦 但是還是老話一句 欸... 因為白槍這個東西 無痛三連 畢竟還是屬於一個... 嘖... 泛用性沒有到非常非常高啦 但是勢必要手很好用 欸...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可行! 欸...是可行的 那建議至少寶2啦 寶1的話傷害是真的不是很夠 好... 好... 這是我個人對於白槍來講 其實... 非常非常的推薦 我...我今天很少... 很少推薦那種... 那種就是叫做... 呃... 很有特色的角色啦 因為它這個... 這個東西是真的... 是真的它很有特色才能做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還蠻讚的 好... 好... 那這個是白槍的部分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叫做什麼... 嗯... 雖然不是說寶5 沒有啦... 我不要... 不是...因為我不能自己說寶5 你們問我我可以跟你說寶5 我自己說說寶5 我沒有抽寶5 我就...我就...我就不好...不好...不好說了 對...我就不好說了 那再來就是好像聽說前兩天有... 有放出消息後來又被拿掉了嘛 就是... 呃...就是可能因為時間還沒到 所以後來... 呃...後來呢... 所以大才推薦的 你們說我是因為它大才推薦嗎 你們看看我的個人空間 你們真的覺得很大嗎 我是說那把龍跟咪咪大 啊... 你看那個...它說那把龍跟咪咪大 我覺得也沒有很大 所以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新... 嗯... 好...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子 好... 除了這個龍跟咪咪大之外呢 欸...我先講一下就是... 啊又放回來了嗎? 因為我現在在公告裡面... 欸... 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看到啦 我看一下是不是放回來了 如果放回來我可以直接抓網頁給你們看會比較快 老家之前... 他後來又丟回來了嗎? 看一下喔... 看看啦... 有了...有了...有了...放回來了...放回來了... OK...有了...有了... 那我可以直接接這個網頁 好 有了...有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因為我之前一直以為... 他把它...就是...就是...就是... 關掉了 那現在是有的...OK... 看一下喔... 嗯...在FB才有... 欸...擋到了... 好... 那接下來這個卡池齁... 欸...5月...這個...4月29號禮拜三上... 我先講結論啦...齁... 我們先不談那些...就是說啊... 你有石沒石什麼啊... 你拉雜的那些狀況之下... 呃...即便術師將... 理論上三週年啦... 5月中會出的情況之下... 我還是建議賭一下... 因為... 所以... 這一次的孔明來講... 他的副產物很好... 對... 我...你認為說阿爹亞... 反正FZ不是還有孔明嗎? 因為FZ的孔明的副產物是叫做劍刷哥... 欸...劍刷哥他是一個綠卡劍... 基本上...你有沒有... 呃...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 可用可不用就無所謂... 但是因為這一池的副產物是帕爾瓦蒂... 基本上... 很好... 然後再加上還有一點... 他沒有PU任何的禮裝... 你們都知道所謂沒有PU任何禮裝就叫做PU寶石翁... 欸...我記得孔明PU的那個時間點好像沒有阿薩... 沒有...沒有特別PU阿薩喔... 我記得... 我記得孔明PU的那一天好像只有PU... 呃...迪爾木特... 我記得他那天只有PU那個劍刷哥好像沒有... 好像啦... 我記得好像是沒有PU阿薩的... 所以如果你是...你是在...在...在... 如果你們是覺得說... 喔...FZ可以順便抽阿薩... 呃...不要天真了... 你抽阿薩的機率還不是跟這池一樣... 對...你看有人說... 喔...對...沒有嘛...確定沒有... 我就...我就記得是沒有的... 他那天是沒有PU劍藍絲的... 呃...沒有...沒有PU狂藍絲...對不起... 不是...不是劍藍絲... 對啊...只有刷哥... 所以你在FZ的孔明單PU那天狂抽... 你只會抽到滿滿的劍刷哥... 嘿...不會有滿滿的阿薩阿...不要想了... 對...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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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天真了... 對對對... 所以...呃...說真的啦... 我跟你講...如果... 你是那種什麼...抽完CBA... 你就會開始考慮到自己有沒有石頭的玩家的話... 你就不要想著去抽...第三次泳裝了啦... 就強度上來講啦...真的沒差...對... 所以...呃...我是覺得說... 這一池...沒有孔明的人...抽吧... 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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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吧...抽吧... 好像也就0.2%吧... 那...我知道不高... 但...最起碼這個池我是覺得... 以副產物的帕爾瓦蒂來講是... 真的沒話講啦...真的沒話講... 對...而且以... 繁中版的特別池來說... 對啊...今天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做那個...脂肪打手... 我們不做脂肪打手...但是... 真的...真的很行啦...我覺得這個... 對...這個真的應該是近期來講... 以...以抽...以抽孔明來講...不對... 應該說以現在到最後來講... 抽孔明卡10... 沒有比這個更好的... 嗯... 那如果你有孔明的...當然就算了... 那再來就是... 我發現大家這幾天... 這幾...這幾...這幾個月都... 反正裡面有一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來年來都會問... 啊...我抽樹枝這樣還是抽孔明好啊... 那少囉嗦啦...兩個都抽啦... 囉哩囉嗦...氣死... 對啊... 我是真的...我是真...真心覺得就... 兩個都抽吧... 以...強度檔來講的話... 就...就...兩個都抽吧... 我...因為你知道嗎... 這兩個...這兩個角色完全不衝突... 你真的...你真的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 我...我...我今天如果講抽樹枝這樣... 我可以講10個理由... 我今天講說抽孔明... 我也可以講10個理由... 可是呢... 你知道真的對於一個玩FGO的玩家來講... 我真心告訴你...FGO我們每次都說... 就是抽輔助... 你抽完輔助之後剩下什麼都不要管... 你輔助滿真的比什麼都還要重要... 對... 而且... 有的時候啦... 我再講一些是就是... 講更...更...更現實一點的人... 就是... 如果... 如果啦... 你是真的一個... 恩... 好啊...這樣講可能不要...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都不課金的玩家來講的話... 你真的會就是說... 因為要... 殉食為我... 好吧...我們講... 殉食為我... 就是... 你會去... 屯食啊... 你會去做到存食... 你會開始考量每個CP值的情況之下... 那你是... 比如說不課金的玩家來講... 那你當然會選擇... 喔...我到底要抽孔明或是施架... 好...你這個其實是理由... 但是換個角度來講就是... 嘖...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不課金的玩家... 痾... 你的隊伍有沒有辦法... 達到所謂... 綠卡隊這種... 比較需要高配置... 或者是要有一些... 比較... 高寶具的綠卡主攻角... 又是一個問題了... 那除非你跟我說... 安安爹你好... 我就是不課金... 可是你知道我有... 圖滿寶石窩... 我還有寶武狂藍絲... 可是我不課金... 所以我沒有抽到孔明... 好好好好好... 但你抽素食醬... 對不對... 就是... 如果真的是這種... 比較很極端的情況之下... 你又無課... 你又... 你又真的是純石... 對不對... 然後你又有... 課到就是有圖滿寶石窩... 然後你又有... 又有寶武狂藍絲的... 這種情況之下... 好...我認了... 那你就真的去吃素食醬... 你真的不用抽孔明... 因為我同意... 對不對... 這種情況之下我真的同意... 對... 但是... 大多數的情況之下來講... 我... 還是覺得孔明... 還是很常用得到啦... 沒有... 你知道孔明真的很好用... 孔明真的很好用... 嗯... 而且... 搞不好有些人其實... 沒有周回那麼兇的情況之下... 呃... 對你來說素食醬... 沒有啦...素食醬我就講嘛... 不管怎麼樣他抽50... 他能夠充50NP... 怎麼樣都一定有他的... 工作機會啦... 嗯... 只是如果你真的沒有... 沒有要... 周回那麼多... 或是沒有玩得那麼兇的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啦... 玩兇... 你玩得比較認真... 玩得比較兇的情況之下... 素食醬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如果你是玩得很隨意的玩家... 那孔明比較適合你... 真的啦... 光... 光是不用練技就可以直接充50NP... 對不對... 你如果今天是個玩得不認真的玩家... 你抽圍素食醬... 你還發現你沒素才疊滿... 痛苦得要死... 然後你擺上去人家裡說... 跟素食醬技能6我... 然後立馬被傷好友... 對不對... 多傷心... 沒有... 我就單純只是講啦... 如果... 如果你是比較休閒玩家的話... 我就比較建議孔明一點... 那... 如果你是玩得比較認真一點的話... 當然就還是... 這樣還是素食醬就... 對啊... 還是...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啦... 這個卡池基本上... 我還是建議... 嗯... 就這個啦... 玩兇素食醬... 欸... 你那個兇字跟我的兇字不太一樣... 你不要這個樣子... 玩兇當然是白槍或是Push Leap啦... 我是說... 兇狠... 啊... 白槍的那個... 龍跟咪咪大是不是很兇狠... 對不對... 這可是... 頂級的那個... 像神一樣的神靈的輸出力耶... 是不是... 是不是... 神靈的輸出力... 很兇吧... 有沒有錯... 沒錯吧... 很兇吧... 嗯... 孔明沒獵馬也會被P... 呃... 孔明好一點點啦... 那至少50NP還是補得起來... 對啊... 我真的覺得孔明很好用... 好... 那反正帕爾瓦蒂... 帕爾瓦蒂的實用性也真的是很高啦... 帕爾瓦蒂也沒話講... 嗯... 你們不要覺得槍職他只能打攻職... 帕爾瓦蒂基本上就是... 打槍又打狂都沒有問題... 殘暴... 帕爾瓦蒂基本上... 也是沒... 沒話講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個卡池... 嗯... 好啦... 缺孔明的抽把... 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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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這樣會不會很片刻啊... 等一下你們又說了... 脂房... 打手了... 嗯... 那接下來我覺得... 大概故宮卡池就這樣吧... 那目前來講... 後面也... 沒有什麼... 太多東西了吧... 在進行就等... 就等到大概五月中... 舒適醬的卡池上吧... 舒適醬... 卡池... 嘖... 舒適醬... 到時候一定又是一陣慘不忍的...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說我沒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圖滿寶石翁... 你應該抽這次... 不是... 不是... 你為什麼要圖滿寶石翁... 來著來著...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就確定一下... 你為什麼想要... 圖滿寶石翁... 啊... 前陣子有個胖子嗆你說... 這個遊戲就是圖滿寶石翁... 可是那個胖子很過分... 哪個胖子跟你說... 這個遊戲叫圖滿寶石翁... 真的是... 那胖子真的這樣很不行... 對不對... 那個... 什麼叫做戴滿... 怎麼... 我跟你講我從來不會說什麼... 周回隊伍就是什麼... 戴滿三張圖滿寶石翁... 然後三張寶二寶三以上的五星狂子就好了... 是不是... 這樣就很方便了... 這個遊戲... 真的是... 夢火是不是在三週年上... 是... 欸...是... 夢火在三週年沒錯... 嘖... 不是... 我怎麼會... 你看我的隊伍編成... 對不對... 我怎麼會做那些很過分的事情... 我都沒有帶什麼圖滿三張寶石翁的吧... 你看我的隊伍都是充滿了戰力... 你看... 下一個... 你看我的隊伍是不是都非常的樸實無華... 非常的... 你看... 是不是很樸實無華... 對不對... 你看... 一星... 一星... 二星... 很樸實無華的戰力... 你看... 那個胖子還要回去睡... 好喔... 對啊... 這個... 我們很樸實無華的戰力... 對對對... 樸實無華... 你看... 我們就一星... 二星... 就可以... 就可以... 完美的隊伍... 對... 好... 沒事... 你再問他出寶是不是不需要... 好... 痾... 痾... 對...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當年... 不過不過我先講啦... 我們這個... 反正反動版大概差不多到這邊嘛... 這個... 故宮連動卡池... 就差不多到這邊嘛... 因為反動版接下來應該沒什麼事... 反正就是... 吵吵吵吵吵吵... 阿門就慢慢要幹嘛就幹嘛啦... 就有上線沒上線都可以啦... 就... 對不對... 痾... 我只是要給你們看一個東西... 來...我跟你講... 這個我每次都在想... 好啦... 因為這個...這個才... 這個才比較算... 算是我自己的真正帳號... 你知道... 當年... 我在玩FGO的時候... 第一個帳號... 對不對... 這也是我朋友... 就是...他沒有玩... 給我的... 然後... 你知道嗎... 當我有了第一張寶石翁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寶石翁MP... 充80... 好棒... 然後我就發現人家有帶圖滿寶石翁... 然後我就覺得... 哇操... 圖滿寶石翁... 這是什麼東西啊... 你要抽... 五張的寶石翁耶... 可是呢... 當我有的時候... 午夜夢回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 我就發現... 我... 哇操... 我還真他媽有四張圖滿寶石翁... 我真心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麼... 嘖... 你知道FGO會改變一個人... 的思考模式... 他會改變一個人的... 人格... 我知道... 你知道... 如果我現在回到當年... 我在看我現在這個樣子... 我他媽覺得我一定有病... 我一定覺得我有病... 對... 我真的... 我心裡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可怕... 你知道... 當年我也曾經覺得... 五星保五是什麼東西... 然後... 我現在也發現了... 好像... 這個故事很奇怪... 嘖... 所以大家知道... FGO是一件很可怕的東西... 千萬不要碰它... 欸... 不過你說我要課多少... 說真的我也沒有課得很多耶... 相較於... 大課長來講... 對啊... 是不是在這有什麼好賽的... 我跟你講啦... 要賽的話... 是這邊... 塗滿一排寶石翁才叫賽啦...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在這邊沒有滿一排的寶石翁之前... 都不叫賽... 對不對... 那這一盤寶石翁呢... 對不對... 屈屈...我跟你講... 那這邊沒有什麼... 白滿... 現在幾張... 1234... 白滿9張... 塗滿... 等級100級的寶石翁... 有什麼好賽... 這樣有什麼好賽的... 對不對... 等一下... 一定要把它先... 拉完一排的叫賽... 我有獲得快樂嗎... 我在想這件事情... 我們獲得快樂... 應該有吧... 哈哈哈... 欸呀... 有啦... 我跟你講喔... 有啦... 我跟你講... 我們來找好友就知道了... 對不對... 我們來找好友... 白一排寶石翁的一定有... 對... 反正今天大家也很閒... 等一下我一下就好... 我們來看... 對不對... 有沒有... 有一排寶石翁的... 好...沒有... 這只有兩張... 我們先看他帶出來有沒有寶石翁就知道了... 可是其實不會有人塞一排寶石翁吧... 我覺得... 欸... 你很高機率會衝到孔明喔... 你知道寶石翁我記得也只有0.2%而已... 孔明的機率還比較高... 這應該有機會吧... 沒有... 就放一張... 其實... 一般人不會放一排寶石翁啦... 因為... 就看起來很... 很爆發戶的感覺啊... 你真的在拼兩張嗎... 呃... 但我覺得你很高機會再拼出第二張孔明耶... 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 這位老大爺不過就放了4張而已... 嗯... 不會有人放一排寶石翁吧... 5張以上應該都不多了... 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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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123456... 好... 目前... 目前我們這邊最高... 呃... 我們如果扣掉數值帶NP... 他的眉符應該是真愛... 現在有... 6張... 我們看看還有沒有更高的... 哦... 這位也5張不遑多讓... 啊...這讓也5張不遑多讓... 不過其實啦... 因為一般旗子會放NP禮裝啦... 然後數值會放... 呃... 那個... 半禮裝... 所以其實要扣掉這兩個位置... 對不對啊... 所以其實會放... 而且我發現... 這位打牢... 不只是放了一排... 而且他全部都是寶5是不是... 我有沒有看錯... 哦... 沒有... 梅靈寶2... 為什麼梅靈寶2啊... 好奇怪喔... 嗯... 為什麼他的梅靈是寶2... 哦... 好奇怪喔... 哦... 這個也是5... 哦...4張4張... 一定要沒塗... 因為男的... 欸... 你們不要這個樣子... 你們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對啊... 你整排塗滿黑杯... 那個... 那個就沒什麼實用的啦... 對啊... 9張超過... 會啦... 我相信一定會啊... 嗯... 我3... 5...6...6...7...8張的人一定都會有啊... 沒兇... 你可以抽寶石翁跟帕爾瓦蒂... 是啦... 可是我怎麼覺得你會抽出第三隻孔明呢... 我有這種預感... 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你真的想賭賭看... 呵呵呵... 好... 你請某個知名的實況主幫忙代抽帕... 哎呀...那就是那個實況主不對啦... 對不對... 代抽怎麼可以只抽出帕爾瓦蒂寶1... 那一定是他的問題...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咩...來... 來來來來... 佛佛佛佛佛佛... 佛新公司... 佛佛佛佛佛佛... 我各位跟你講... 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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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用這個來看好了 這樣比較大 不過我覺得看起來差不多大 是我的錯覺嗎 那算了 那要用遊戲裡的看好了 看起來大些半金八兩 稍微把它放大一點點齁 大家可能看起來比較清楚 不是我變大 我變大幹什麼 來! 各位觀眾們 來來來 兩千萬下載突破 哇這個蠟雞遊戲 居然可以變成兩千萬突破 我都嚇到了 真的是 對不對 點擊就送五星 這公司是不是瘋了 這公司不只瘋他也佛了 DL下載突破 從四月二十 呃 九號開始 下禮拜三也是二十九號 兩千萬突破 這個公本武藏 又登場了 哇塞又是公本武藏 又是你 啊不要 我沒有很討厭公本武藏 可是我覺得公本武藏的戲份好多好煩啊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公本武藏 但我只是覺得我好常看到公本武藏到底為什麼 不然我覺得一天到晚都看到公本武藏到底怎麼回事 對 好 反正不管 那 好對不對 來來來 英雄王啊 英雄王 來英雄王出來 告訴你說 來來來 本王就送你們一隻五星 欸就是這個五星 那他必須要拿到這個票 欸那這個票的話就是你中間的限定mission 你要突破這個第一特異點第一節 反正基本上就是你的特異點F過了之後 然後第一節特異點F過完之後就可以拿到這張票了 那這邊大家注意一下 反正我跟你們講 注意不注意 我可以跟你們保證一件事情 到最後 一定有人 沒換到 或者是他的角色就消失了 對這次他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這次的五星叫做暫時加入 就像你們在玩那個活動裡面 你們活動裡面 呃不是 不是裡面常常會有角色是暫時加入嗎 那可能你要打完活動才會加入嘛 那這次呢他用的方式也叫做暫時加入 欸對暫時加入 那暫時加入什麼意思呢 欸他告訴你呢 你暫時加入的這個五星呢 你必須要零機再零一次 那然後你還必須要達到半五以上 其實很快啦 而且說實在話 他給你整整兩個月的時間 正式加入從4月29號到6月30號 有兩個月的時間讓你玩 就算你每天只上去打個總火來講 都一定可以練到半五 絕對不可能 他主要就是避免 對啦避免屯帳號或是屯什麼東西 所以 他就是這個東西 讓我忘記換你 不要你們少囉嗦氣死我 對然後 對不對 所以你暫時加入之後 記得練半 然後再把這個 暫定加入 就是 練到這個 零機一 那才能做獲得 那基本上啦 當你練到半五跟零機一 完成的瞬間 他就會直接變成正式加入了 所以你不需要說等到 喔等到6月30號 他才會確定加入 所以前面就可以 呃 直接 呃先加入了 那如果到6月30之前 這兩個條件 你都沒有達到的話 嗯 啊這個角色就會消失 嗯 那所以另外一點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補的角色 是已經有寶具等級了 你是要拿來升寶具的話 也要至少把他零機一 再拿來吃才可以 因為 目前來看 如果他是屬於 暫時加入的狀態 是不能吃的 是沒有辦法拿來 就是做寶具升級的 所以你也必須要至少 那因為你半是通用的嘛 所以你至少必須要 練到零機一 才能夠把他拿來提升寶具 那如果你是要拿提升寶具的話 請注意這一點 應該是沒錯 嗯 我理解應該沒有錯 所以他這邊有告訴你 你要完成第一節 第一節拿到這個券 然後再去把他練起來 可不可以變成盤子嗎 欸他有沒有講 好像沒有對不對 我覺得不行變盤子耶 因為 因為盤子的不是一定要抽來的嗎 這個這個這個會不會拿到 這個會不會拿 他沒有講啊 我覺得好像不行吧 公告有寫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他哪裡有寫 喔有了 這邊有寫 對這邊有寫 他說 如果你是用這個活動 同一支五星你拿到也不會算進去 對不會算進去 沒錯這邊就這一段他有寫了 欸這一段他就告訴你說 並不會算進去 欸等一下 那如果這樣全部充滿的 不就沒有意義了嗎 如果你這25隻全保五的話 那這個活動不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嗎 那是可以變金方啦 他是全保五的人會圈這三個金方是不是 好 好好好 有三個金方好 那基本上這一次來講的話 對啊大佬我相信全保五也不在 那角色就在這邊了 嗯 那基本上就是 扣掉今年新增的常駐角 的歷屆所有常駐角 今年新增的就是那個 500嘛 那個那個那個 奧德秀斯跟雙子劍 扣掉了這兩個之外的所有常駐角色 都在這個裡面 總共25隻 其實我懷疑啦 他們可能是覺得25隻這個數字比較好看 你把27隻還多兩個加面 多兩個點在那邊 比較 畫面沒那麼整齊 搞不好是這樣他們才把今年那兩隻不算進去的 所以他們就是25隻 嗯 好啦 那 反正你們就問我說爹我要換 阿就換孔明嘛 孔明有沒有 有 阿有沒有狐狸 有沒有狐狸 沒有狐狸 好 選狐狸 你有孔明 有狐狸 好啦剩下隨便你 剩下我就覺得隨便你了 真的 好啦 硬要講的話我覺得再說一個 你喜不喜歡打高男 你高男打不過喜不喜歡硬A的 阿如果高男打不過你選狐狸 喜歡硬A 好 如果你接受你高男 高男都一定要打過 要很A 要硬A也可以的話 再選個貞德 好如果基本上你孔明狐狸 痾德都有了 剩下隨便選 欸我認真講不開玩笑 欸 真的 如果今天真的是孔明狐狸 真的你全部都有的話 隨便你了 就隨便你要很A 你要很硬A的話就選貞德了 但是貞德基本上是一年A不到個幾次 除了推 不是沒事 除了那個之外 除了一些高難度之外 真的是真的沒有什麼機會讓你上去A啦 那 增加就看你 你們少囉嗦對不對 真的 剩下就看你們 你們想到誰我覺得都沒差了 呃 小恩很好用 對 可是 其實我也沒在用 還不是 還不是 打得很開心 哈哈哈哈 對阿 我說小恩沒有不好阿 我也有阿 就 就 小恩 因為小恩現在他主要是有那個啦 他有那個人類威脅特攻啦 那第二部來講的話基本上 空想術啦 或者是什麼 然後他有神性必馬啦 就是有這些特攻來講 小恩其實很好用 可是 沒有他也沒差 呃 就這個感覺吧 就是 小恩很好 但是 也沒有說一定非要小恩不可能 對就是 但是 我用其他的 單體槍 嚕一嚕還是嚕嚕的過去的情況之下 對 就是使用習慣問題啦 那其他 你真的要特別選誰的話 我真的覺得沒差啦 現在就看你自己選 你知道嗎 那至於我會選誰的話喔 我跟妳講我現在有三隻沒有啦 我常駐的屬屍居居然就有三隻沒有 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有三隻沒有 哦 啊 啊 FGO到底在我 到我在做了什麼 你有五星有什麼想法 沒有啊 我覺得遲早一定會啊 四星自選那麼多次 當然出自選五星啊 我現在就剩 月神 然後 歐羅巴因為是新的 跟南丁格爾這三隻 我 我剩這三隻了 月神、南丁、歐羅巴 我要選誰啊 我應該是選南丁吧 可是我有點在想要不要選月神 讓他們兩個團圓 因為我有超人熊 對 因為我有超人熊 我在想要不要選月神 讓他們兩個一起回來 可是我又有點想要南丁 然後 我有一點點私心想要補船長的寶具 哈哈哈哈 好難哦 副長很棒 我知道副長很棒啊 你全都要 唉 你南丁都寶三了 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南丁嗎 我一張圖告訴你為什麼我沒有南丁 我一張圖告訴你為什麼我沒有南丁 為什麼我貪娘親的沒有南丁 為什麼我香蕉你的啪辣的沒有南丁 我一張圖就可以告訴你 唉 差一點的選他寶物 對啦我基本上應該是補圖鑑啦 所以我才說 對啊就南丁 我在想我要不要晚一點換 你們想啊對不對 搞不好中間還會有新活動新卡池 搞不好新活動新卡池有可能歪啊 所以 基本上這個 這個東西我是不是應該 等到最後一刻 對不對 他的活動是不是 最後到五月 呃 就要換現在六月十四號 我是不是應該等到六月十三號的時候 如果我確定我中間的卡池都沒有歪的時候 我再來換呢 我還是不要齁 我覺得會有悲劇 練伴應該一天可以拼 然後我就忘記了 真的 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歷史對 搞不好那天超忙 搞不好六月十三超忙 然後就完全忘記了 好啦好啦 換南丁或換月神啊 我不會換歐羅巴 我不會換歐羅巴 我 要馬南丁要馬月神 阿如果月神是為了熊熊換的 那個為了超人熊換的 阿如果我是南丁的話 就是我個人喜好 我再讀讀看吧 我再想想看吧 欸不過我今天還在人家 我還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人家在說 所以兩千萬下載過後之後 是不是 那個 如果我們在寫攻略的時候 我們就說低配攻略 是不是都可以放孔明了 我只是 我只是在想這件事情而已 就是 所以以後我們來講 我們再講所謂低心攻略 低配攻略 是不是都可以放雙孔明了 應該沒有問題吧 總統都可以吧 總統都可以 低配攻略就可以放孔明 反正人人都有嘛 沒有就是你的問題了 對不對 孔明都是標配了 沒有就已經不是我的問題了 對 非洲攻略雙孔明 等等全部以孔明為基礎 不過 你們真的要講的話啦 我說實話 FGO 現在啦 2.5-2後面的主線來講 難度已經真的是高到 都是以你 已經基本上 該有的輔助都有了 你還是有人選婆 沒有啊選婆的就活該啊 好啦這樣講可能很衝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選婆 然後你不願意選孔明 導致你沒孔明 然後說人家為什麼有孔明 他不就是活該嗎 對啊 我真的覺得 就覺得 我正前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樣啊 如果你真的想選婆 可以啊 你選婆就不要 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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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嗦這樣子啊 可以啊你可以選婆啊 我沒有說不行啊 對不對 因為他真的是 真的是方便性太多了 不然你可以選巡部機啊 對不對 巡部機 多強 單挑戒的霸主 好真不知道 再說 然後這個十萬轉推這不重要 聖經池 唉 又送一堆拉莉不打的 嗯好 送了一堆金蘋果 金蘋果比較實際啦 然後其他東西就算了 嗯 然後還送一千萬QP 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他們到底哪天才會送 以易為主的QP啊 他們為什麼到現在還是覺得一千萬QP很多啊 那你老是一千萬QP基本上跟 跟 跟給我十塊錢台幣去買個賣香紅茶都買不起來了 他們為什麼到兩千萬下載還在送一千萬QP啊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還在送十張總火券 十張總火到底 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們不要說十張送個一百張都不嫌多好嗎 到底這個一千萬QP跟十張 十張總火到底什麼意思 黃金果實十個道才真的有意義啦 黃金果實十個道才真的有意義啦 送個一億吧 然後特別登入的話就是你連續登入 對阿就是剛剛這邊嘛 最後會給你十張QP 可以十一點抽 然後你一二三次登入的話會再給你這個金狗 然後跟兩百綠方跟一個金方 阿如果很缺金方的話一定要 阿那是五星總火嗎 四星啦 四星總火 十個四星總火 辣吉 然後 喔 為了讓你好練這段時間這些角色經驗值也是兩倍 也是很好 拿去雜修不要拉倒 我不要 恩 我打五場的那個門關就有了 然後呢 這邊還有MASA MISSION 就是 這個任務可以完成 就會送你一把五臟的那個科印 對 那科印卡的B卡暴擊威力提升二十啦 反正這個就是 怎麼講 就是 心情 心情好 然後會有一些拿到生金石 然後這些東西就給你的 那 然後呢 修煉場跟藥日拳開放 我那天就說了 你修煉場跟藥日拳開放你不減半 有什麼意義呢 有沒有減半 沒有嘛對不對 對啊 沒有減半啊 你 你 開放全藥日跟開放全修煉場 又沒有人去打 我說真的 修煉場誰要去打 然後 你全開放 你又不減半 你減個半 我覺得才有人去打吧 你沒有減半 小狗才去打 旺旺 無管名槍是沒有啦 對啦 好 然後再來呢 這是 不過這個倒是不錯了啦 這個就是 你要追進度的話 現在來講第二部主線全部都是AP0 到第二部主線都是0 然後 不過這個東西有減半就不錯 就是 自由任務減半 所以是 打主線 那回收NP的時間到了 打主線 然後去打那個自由任務 挖礦 挖礦時間各位 挖礦囉 可以挖兩個禮拜 賺 可以挖兩個 對不起挖一個禮拜 對不起 一個禮拜而已 主線AP全0 然後再挖礦一個禮拜 可以 然後這個指令卡 文章卡再擴大50格 不是很重要 啊 這一張我必須要 這一張有夠香 對 這一張新的這個 綠方禮裝 五千綠方禮裝 也是人權QP禮裝 這張是滿滿的泥墨啊 這個就是 泥墨船長加泥墨水手 加那個 加那個 泥墨 泥墨 泥墨就是全 全隊的泥墨 這個就是 所有的泥墨 啊出自通關 自己的任務才有減半喔 Shit 這回就沒有 Fuck 可惡 對 這個就是滿滿的那個 艦長泥墨 這樣表示這張真香 你明白 欸裡面也有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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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女的好嗎 他的那個泥墨裡面 我記得那個 醫護 醫護士人是女的啊 周圍沒有減半了 好可惡 嗯 然後 這張 這張人權旅裝 欸這個 小文西的人權旅裝 NP加15%的 復刻了 欸不是復刻 可以開金方隊換權了 欸所以就拿起來吧 嗯就拿起來吧 然後再來就是 新手玩家 我覺得我們 我們台不會有新手吧 我們台有新人要跳日服嗎 我問一下 應該沒有吧 我是不太建議跳啦 喔我剛剛講才NP喔 QPQP 嗯 我是沒有很 有喔你們都跳喔 我是覺得 啊 因為我覺得很累 好我這句話可能很累 可是我覺得 你玩兩邊很累耶 嗯 嗯 我單純只是覺得玩兩邊很累 然後我是覺得如果看得懂日文應該會原本就玩日文了啦 那 我自己是覺得很累啦 而且你還要 你還要 然後 你看你看基本上我的阻力還是放在日版啊 你看我的反中版基本上還是很隨意啊 技能就是加減練 然後能炸就能轟就轟 欸可是我玩兩邊 我的反中版其實基本上很悠閒耶 一天到晚斷燈 一天到晚斷燈 一天到晚那個 周人都沒解答 我是 沒有啦如果要練技啦 練技會比較累啦 練技的話 阿如果只看劇情就還好 如果只看劇情就還好 主要是我會懶得重打 也是可以啦 我是覺得雙修會有一個稍微佛一點 對阿 雙修 是會有一個稍微佛一點點 沒錯 不可兩個都這麼拚吧 我的反中資源 數值可非掛學妹舞茶 好我等一下改一下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我掛什麼 我現在掛什麼 那個陣容當然悠閒 也是 也是 對這是新手玩家的福利 那如果你們真的要你們4月25號開始弄 那這個你們最後可以拿到比較多的石頭 可是啦齁 我還是講句實話啦 阿雖然這個我們就不明確講了 因為畢竟這個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尷尬的問題 我要講的就是 即便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入日版坑 我是覺得啦 你與其 找這個什麼新手新禮包 就給你怎麼召喚22次 欸你想辦法透過不管什麼方式 我常講的 不管你什麼方式 天降英才跟朋友要把朋友打在地上叫他給你 或是掐他脖子叫他給你 對還是 我覺得還是想辦法 你去叫 想辦法弄到一個比較 比較多的帳號 比較實際吧 對 不要直接從坑頭 我覺得太久了 太遠了 可以把朋友抓說 帳號給不給我 不給你我就把你從五樓丟下去 欸這樣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老玩家 如果你從2月1號之後 對吧 我記得他是寫說 2月1號之後就沒有登入過的 2月1號之後就沒有登入過的 那 會再送你一些東西 會再給你一些 好像多少錢 給你30個聖經石 就這樣 好 然後先砸七砸八的 然後 兩千萬下載的PU紀念 你都叫暴力討債的嗎 不要 不要這個樣子 我才沒有暴力討債呢 我是用詢問的方式 我只是詢問他 對不對 要不要給我 可以不給我沒有關係啊 他可以不給 我沒有逼他給我啊 對不對 我沒有逼他給我 我只是問他 我只是用比較 比較 比較危及到生命的方式 詢問他而已 對 但可能也不見得會 危及到他的生命 所以不一定 這樣子 比較理解嘛 這只是 這種比較 可能比較 呃 就是我還是要詢問啦 對不對 可以可以不用 然後 慣例的 這種中年反正PU的 都是一些高人氣 然後 然後 呃 然後 很久沒登場的角色 嗯 有誰 嗯 武藏 金閃 金石 布倫希爾德 吃將 黑針 達文西 伊秀塔 反正 要缺誰就去抽吧 嗯 啊 應該說 與其說高人氣 不如說不怎麼常PU的吧 應該說是 不怎麼常PU的吧 這幾個 可是我記得金石前陣子才P完啊 然後我才有說 我開始就發現 老師欸 這群我全部都有 我只差達文西了 嘶 啊 要不要補個達文西呢 嘶 把它補滿嗎 這邊喔 這邊新手有沒有推薦抽的喔 金閃吧 伊斯塔或金閃吧 如果真的新手 不是伊斯塔就是新手吧 金閃 喔這是以前百萬下載PU過的 喔是喔 喔喔 蘇卡 喔原來是三百到九 然後我覺得很厭熟 喔 三百到九百萬 OK 了解 我沒有說我要補達文西 我就說說而已啊 我就說說 我都不見得要補達文西啊 搞不好呼符 對不對 然後復刻這個 這是什麼 2018年的吧 還是2017年的那個禮裝 就是武藏那一年 新年的禮裝 那大概就這樣吧 我看我東西換完沒有 我這張要不要換 我看我綠方有多少 噢 七千耶 先換起來好了 換一換 到時候忘記 好 綠方快沒了 真的綠方快見 我以為我這重造臉上飛放 怎麼可能 喔對 然後目前來看 本來是 四月底 五月初應該會上那個 沸騰症魂曲 不過目前看起來因為 那個 新冠肺炎的關係 應該是不會上了啦 所以應該是會延期了 那搞不好接下來 五月到五月中來講 基本上應該通通都是 長草時間了 大家就慢慢長吧 應該看起來應該是延的啦 照他們之前的講法的話 那至於會放什麼就不知道了 嗯 但是問題是上什麼復刻呢 現在問題是上什麼復刻呢 大奧嗎 還是聖誕 但是他沒有講是上什麼復刻啊 大奧還是聖誕 搞不好上聖誕咧 好啦 那就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吧 有沒有什麼小問題 簡單的問題 我們就簡單回覆一下吧 喔 你說去年的魔王信長那一次 是不是本人4 那就現在還沒復刻就是本人4 聖誕跟 呃 那個大奧 不知道上誰就是了 羅馬這種有NP的 當然填充NP啦 喔 我昨天還在玩的連線遊戲 叫做Winter Project 呃 你去打什麼雪山狼人殺就有了 雪山狼人殺 Winter Project 不過我就覺得那片有點難啦 呃 有點難 算好玩但我覺得有點難 對 日版金閃保五嗎 當然沒有 我動不動就飽五 我有什麼毛病啊 我發神經我脈動不動就飽五 我有病是不是 氣死我 其實嗎 呃 呃 如果你沒有術師醬的話喔 船長或阿基里斯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欸 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船長吧 我自己啦 我可能會給船長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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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阿 懶貓也不是全部都是保五阿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很正常阿 懶貓也沒有全部保五 所以沒有問題的 我跟他還是站在同一個陣線 我們是一邊的 我們站在同一個陣線 就是有一些保五 大部分 很多沒有保五這樣子 對 你們找不到我的阿比阿 在這裡 哈巴伊 mots 收卡機去同一堆 同一邊啦 真的啦 我要保六的夾模 Fuck Fuck you 呦 迪亞哥那個沒有耶,還沒時間看 還沒有去看,對啊 好啦,那應該差不多吧 我再看看 迪亞哥那個找時間吧 我再找時間看一下 你為什麼要抽保六 你怎麼覺得有人會想抽保六呢? 東三小 氣死我了 誰會沒事去抽保六 你知道保六這種東西基本上要嘛就是最後一次蹦兩隻 要嘛就是福袋才會噴出保六這種東西 哪個神經病會沒事去抽保六 課藥是不是 這是有一個迪亞哥在闖特一點的 那可以看一下,那是AA漫畫還蠻有趣的 黃金蛇沙 好 那今天就 先這樣吧,好啦 那就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今天到這個地方 那下禮拜二十九號 好啦,那天我再開台來選五星好了 有的話 再看看吧 好啦,那今天謝謝各位收看,那我們就到這邊 那大家聽個生日快樂歌,如果下禮拜有人生日的話 祝大家生日快樂 那沒有生日的話,祝大家下禮拜五一勞動節 所以應該也很快樂吧 好,那各位就晚安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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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禮拜五星 我們下禮拜五星 如果下禮拜五星 下次見五星 明星 明星 先天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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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